第三節 大匪漢天下 竟然這樣的情形還錄到第三節 有些事情想說一說 我們這個節目 我不是對長毛 或者對某些人有意見 而是既定了事實 他們現在真的這樣做 我亦不是說他們能夠入窄 能夠分到胡蘇貞的票 我沒有這麼說 而是最主要令泛民進退失據 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當然你一定拿不到三萬八 因為全香港的民意不在你身上 但如果你真的拿到三萬八 令泛民 尤其戴耀廷 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是此其一 此其二 很多人都說 政治現實什麼什麼 好像蕭生一樣 我是蕭粉 我承認 但有時你做節目也好 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他肯定當選 你們最高的民望 其實都不能搞 你經常說這些 即使真的也好 做人要有夢想 要有一個 為何要做節目 就是 變 在事情未做到最後 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認不認清事實 你認清事實也是要做 不認清事實也是要做 請不要潑冷水 因為你這樣說 就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接著你又說 都不是的 我其實支持胡蘇貞 不過他一定輸 既然輸一定 他唯有谷過他民望 但谷過民望也沒有用 你便在這裡說這些 是不是 你經常說 串土必爭 教我們抗爭 你帶我入門 你告訴我 公民抗命 我當時對長毛不熟悉 對黃毓民也不熟悉 對你蕭生熟悉 你告訴我 不要經常說 我沒有轉軚 我還是這樣 是不是 一向都是不能搞的 共產黨說 你有槍有炮嗎 你又不支持獨立 是不是 那即是怎樣 做人的事 別人放在那裡 我們只可以想辦法去攻破它 守者千里 攻者一點 我們要攻破它 不只是在民望的問題 我們要想辦法 偷偷林鄭 不是穀高她民望 是要偷偷林鄭 包括她做任何事 她都是錯的 連她一些對的機會都沒有 即是她連連又飄 給多了錢 都說她離地 不停不可以在網上 在言論上 在報章上 在任何情況 還有她手上支持那幫人 要她醜流百出 包括何處各一樣 四年多之前說什麼 現在說什麼 當時看唐英年的政綱 現在今天就不相信政綱 現在大把錢在你一人裏 不在梁振英裏 梁振英裏 梁振英沒有一架青枱 他不是一架青枱 他令到香港萬劫不復 何處各 中國 你是老闆 不要做擦鞋子 我們這些小人物 都不肯做擦鞋子 你說多三個億和多五個億 有什麼分別 但是不說人話 胡國興話頭 為什麼不能夠 不相信沒有601個人有良心 現在這個社會就是沒有良心 是不是 蕭先生 你站在這裏 你毀剛正 樣樣都對 百分百 郵清源又回應你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胡蘇貞贏 是不是 為什麼他們這樣說 他們看錯了 怎麼壓錯了 可能是的 但是他要索造了的機會 給香港人有希望 做什麼都好 奧巴馬 賣轉變 Change 我們現在香港 是需要希望 我英文不好 這兩個字我都懂 做最新消息也好 做什麼都好 評估也好 你不認清現實 你認清現實 然後你也要想辦法教別人 怎樣 很多方法 例如我這樣說 只能掃低他 他老公出來情人接放閃 也要尿擠他 你不認清過下款 上款是他 跟著後面任何人寫 一國兩制 一帶一路 哥中習近平 你不認清跟大陸做官 有什麼分別 你不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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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任何事都是這樣 有時真的不想勞氣說髒話 其實我之前兩支都沒有怎樣說髒話 但做事看成這樣局 好像黃浩銘長毛你們 包括人力在內 你們現在又說了 我們討厭公民提名 你把公民提名變成一個很廉價的東西 既然經常說公民提名 都沒有認受性 你就去做 接著訪問你 又說很多水分 支持什麼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就像我這樣 如果說了一些不對 你們這些人罵我 或者我說錯話 我就道歉 再來過 人生有很多路 今天這條路走 難道就走第二條路 是嗎 最高的道德標準 定下來 你們 但是 這麽多年不合理的時候 降低一點 看看試試另一條路就可走 這條路不通 我有個邏輯 讀得書多的人 大學畢業 因為他 讀的書未必有用 但在這個學習的過程 令到他們的思想有一個邏輯性 他會規行舉報很多 讀得書多的人 但是讀得書少的人 我這些 我們就好像一盆水一樣 無孔不入 因為我們沒有既定形態 沒有一個人灌輸了 一些正確又好 或者一些門路給我們 當我們做任何事的時候 拳頭打出去撞到牆壁的時候 我們就轉一圈再走 再撞 再走 再做 再走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的靈活性 我們對抗他 不能一本通書讀道路 我們是要無孔不入 因為他只不過是一件機器 我們想辦法去攻破這件機器 我們要用千方百計 任何的東西 找出的弱點 令到他疲勞 令到他壞 令到他倒 我們只是想這個方法 而不是永遠站出來 做一個姿態 扔一些東西 接著收工 嘻嘻收工 黃毓民就是做這套 只有一個罵字 只罵 有什麼方法 黃毓民就是文化抗共 最重要是科金 是不是這樣 不是 我們是因這件事 人家 好像 古時賽馬一樣 大家拿三隻馬賽馬出來跑馬 這個故事大家都認識 是不是 我要贏兩場 不用贏三場 我們便想辦法 你是一個這麼有智慧的人 蕭先生 支持你的人都這麼有智慧 是不是 為何要這樣做 明知這是現實 既定的 面對現實 就是認命 我們不認命 才會有公民抗命 既然不抗命 那我便要不停 現在他們的勢大 但他們會是這樣 我們嘗試突破這樣 而令到他們贏 應該是這樣做 不是百分之九十九 不用想 是你們有童真 可笑幼稚 千方百計想說公破的人 是可笑童真幼稚 不是說這些 我曾經做節目說過社民連 長毛 因為當時四年多之前 他站在街頭上 兩百多個岔路圍著他 一個人告他非法集結 拍了一張照 我心目中是英雄 是嗎 英雄 但你今天做的事是甚麼 我做生意也好 或者我做人也好 當個勢在你裏 你做甚麼無所不能 當個勢不在你裏 你就要有個人能力 現在的勢在別人裏 我們要有個人能力去突破它 我做泥頭車生意 由一輛做到四十多輛 還有很多網友 近期有幾個網友 買車來支持我 覺得我有得做 多謝他們相信 我其實不想牽涉這麼多 但他們有誠意 我也這麼說 解釋得清清楚楚 數字要怎樣做 你的風險在哪裏 你做 為甚麼 因為現在政府要燒這些錢 燒幾千億 因為他肯燒幾千億 所以勢在我們裏 我們怎樣做都會贏 但當他收縮的時候 你怎樣做都會輸 例如現在看大陸放水 你今次有千多億成交 今天有千一億成交 昨天有千一億成交 很高興 突破了兩萬四 在星浪上高 只要你不要太差 你始終能收到一些 但在跌勢 你要賺到錢 就是 個人本事和個人洞察能力 我們今時今日 香港甚麼都沒有 我們還可以輸甚麼 香港人還有甚麼可以輸 官商勾結 和大陸的關係 和鄉黑 朱凱迪的鄉黑 在那裏 那怎樣 我講一講 我對現在 七警就入罪了 我對警察的概念 發生在我身上幾件事 講一講 我沒有說警察 在我心目中沒有警察是黑警的 因時制宜 每一個人的性格和做事 但現在香港的警察的水準 實在實在太低 我講一講我和警察發生幾件事 第一件事 是牽涉 警察的 牽涉我的親人 我第一次生意失敗 第一次做生意 生意失敗 輸到七角一皮 有兩個伙計穿過我貴桶底 偷了我五十萬貨 然後加上一些人 做燒一條龍服務 運輸 行街 創務 修理 一團人 夾粉穿過貴桶底 當時我二十三四歲 我不懂得處理 我亦沒有心思那麼神密 說創意有數 怎樣怎樣 會不會不見 輸了 我們很簡單 當時我在美華中心 紅磡美益珠寶 九樓A的單位 做寫字樓 我最巔峰時 有三間店舖 當然是租 兩間貿易公司 當時是二十三歲 管理得不好 有漏洞 別人穿了我 一唱開來 兵敗如山倒 當時其中有兩位主事人 被拘捕了 拘捕了 我三哥 講紅拳 胡蘇貞 我這三哥 跟趙紫玲 亦見過黃飛鴻 第四個老婆 一脈相承 莫桂蘭 下來 小孩子看功夫電影 都學紅拳 我們都認識 因為他一回來就教我們 回家教我們 虎學雙營 碟掌 公字服虎拳 但我知道我這首歌 欠一套拳未學 那一套叫鐵線拳 所以胡蘇貞擺馬是不錯的 尤其他的手勢 是不錯的 一指定中原 一擺出來 行家有羽毛 我都能分得到多少 亦曾經跟我們說過 現在香港的武師 很熱鬧 不是武館武師 那些是表演武師 這隻獅子不生猛 為何 所謂很多高難度 獅子不生猛 為何以前叫醒獅 就是他每一個獅頭轉動時 很有力 很有勁 為何才有勁 就是他人在獅頭裏面 兩個肩膀 出盡力 頂著獅頭 你肩膀一動的時候 一發那套力 獅頭跟著你那套力 轉動時 你就會有力量的表現 始之為醒獅 我在我哥身上學 他也有聽這個節目 當時就撿了兩個 其中有個警察 是我的拍檔的弟弟 警察 他不方便出面 盯著那兩個人 在公司屈住他 你認罪 你認罪 你穿我軌 露從心尚起 惡向膽邊生 我哥哥 曾經得過進步掌 自由搏擊 和自由搏擊冠軍 我排我老三 雖然幾十歲 老皮老骨 但身手靈活 一點肥也沒有 他 負責出拳頭的 特報痴肺 然後報警 拘捕了那兩個人 拘捕了那兩個人之後 上法庭 上法庭 我這位哥哥 就給七個黑警好事 怎麽知道 官就說 你當時怎樣對待這兩個被告 其實我哥哥被人告 因為他真的打他 你當時怎樣對付這兩個當事人 你怎樣傷害他 我哥就被那班警察 七警 是聰明了 聰明了 馬上說 怎樣打他 拳打腳踢 是嗎 跟我們現在看七警的畫面 完全一樣 拳打腳踢 跟著那個法官就說 你這個人很有正義感 你出於正義法這件事 但這樣做是不對的 終於首行為就罰款一千 打到那兩個混蛋 就是拳打腳踢 四個字形容 是嗎 我告訴別人 全部人在圍著我 圍著我兩個拍檔 晚上 當時在大角追大同新村 他打電話給我 被人寒著 糟糕 幾十人在 說明天 大家分貨分成 那天不肯 那天晚上都離開 我都說 明天早上聯絡他們 你今晚還搞什麽 他們有事 我 第一時間 我住洪水橋 丹桂村 我都說明我不是恨社會 找些同村的老友 每個人都幫我的 也有些人面 有些人肯相信一下 第一時間 跳出來 跳出來 三個貨幣 就下去 十幾二十人 那些年輕人 一直去 去到 然後吵完 解決了一件事 走 怎料 即是古惑仔 即是古惑仔 其中有個即是古惑仔 這樣跟別人吵 他就駕駛兩架車離開 第三架車未離開 第三架車未離開 即是我 他就擔心我有事 他就打過電話 報警 接著警察就說 有兩班人在吵 接著搜車 在車尾架車尾架車 貨幣仔 搜到六把二尺四 三把三尺六 兩架庫頭 一袋 二尺四即是牛肉刀 三尺六即是開山刀 原來有個年輕人打算出去跟別人談判 大行家夥 就扔了上車 我不知道 於是便回警局 便回大館 即是回邦國 太子 一進去 搞了一晚 六個人 我年紀最大 那些只是十多二十歲 即是這些年輕人 我不是 禁電腦 沒有案底 即是白手 是的 我真的沒有犯過事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接著 重案組來 反黑組來 打到我癡肺 就在地下典 當著那幾個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沒有動 只是打我 打到我癡肺 就在地下典 這個故事 當然 我的前妻 即是我住村 在那些刀劍上 找不到任何的手指毛 即是沒有用過 明白嗎 即是沒有做事的手指毛 和有案件發生 而我們住村屋 當時我有一個同學 是 是在 做CID 在太子 即是旺角差館 他幫忙解釋這件事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我前妻 頂了 說這批事 落份口供 是我們家裡有很多草 後面有草 有很多蚊 有很多成 用來除草用 解釋得到 接著 被警察玩了半年 每二十天 就回到報道一次 結束這件事 便脫身 這是第二 的警察印象 即是深刻一點 第三個警察印象 就是我當時 做上課 有件事失敗了 我脫不了身 因為在高邀說 批廢舊電池 那些後話實際操作 失敗了 當時和我負責上課的人 是兆慶外驚慧的一些人 他被拘捕了 我一聽到我離開 因為批貨不是我的 是一些大哥 我打算我閃 這世界最好 以拖待騙 最重要是閃得開 不知如何交回數 這件事 一拘捕便要離開 之後 過了不久 我有我的方法 無證無故的情況下 他要找我 哪一個找人最方便 警察 他們在荃灣警察局報案 荃灣警察局報案 我過關 第一時間踏了我 去了洛瓦州警察局 然後回荃灣 一上車 那個人便說 阿嬤嬤找得你很辛苦 CID 第二隊 他對我說 我心想 即是仆街 這條契題 這條CID 正常來說 那個人找你 他不會說 那個人找你 他不會說花名 那個人找你 即是說 那個人是認識你的 不好意思 又有電話響 我那個電話關掉了 這些推銷電話 在這種情況下 去到警察局 我一定留下電話 當然對方沒有證 他要找到我 我將來電話響 就是那群人問我 接著我收線 然後我甚麼都不說 我都不去荃灣 我直接去警察投訴科 我就投訴這件事 我說這條電話號碼 我伸傳 這條電話號碼 我沒有給過人 而知道我的電話 就是我昨天報了警察局 上來做了這件案 而這件案 當時是哪兩位警察 在這裏 我今天就被人騷擾 被那群人 那算不算防外私下公正 雖然我沒有證沒有據 但如果再有事發生 我一出全班警察局有事 怎樣搞 這件事 投訴完之後 下一次 我當然要報道 因為這件事沒有審完 即是落案 即是要拘捕你 即是要落案 即是不知成不成案 回去了 轉了人 交給重案組織 當時那兩個SID 全部不接管 然後轉了 再沒有電話響 亦都沒有通知 安安全傳半年後 他調查完畢 都是無證無據的情況下 我起身 脫身 這是警察的第二印象 第三印象 都是說警察 剛才說海關 說警察 兩件 第三件 都是說警察 我心目中 剛才那件事一樣 當時的警察投訴法是有用的 不像現在的警察投訴科 你投訴他朱經緯 現在都逍遙法外 你明白嗎 警察投訴科以前是有用的 但警察的群體 私商壽壽就是肯定的 誰為私商壽壽 很多年前我開尼圖車 要搏超重 一隻大馬 在清水灣截我 一直向運好方向 叫他截我去 我下意識 我要跟著他走 是嗎 但是我二十多噸 突然轉 我的車這麼重 是不行的 我整輛車就在南灣 那個灣角 燈口 反了 反了之後 警察來 老闆來 我打工的 找泥夾車 夾了泥 各樣東西 然後就去觀塘差館 所有的記者出來了 各樣東西 然後當時有交警員跟我說 外面很多記者 東方日在 邊間報館在 出去不要亂說話 我後面放你走 這樣 接著我跟他說 我說這件事 本身他拘捕我 拘捕我之後 我打算去張軍郎 他突然轉彎 我下意識跟他轉 他說可以了 我會處理 這件事 警察公安的交警員 是有三種身份 是有責任的 你放心 我們會處理 我打算 你叫我跟進去 你處貓跟進去 反車我有責任 你過彎 我是處不到的 你沒有考慮我後面那人跟進去 你當然有責任 我左腳的盆骨裂了 因為反車 我隔了腳半年 但我堅持開工 我左手不能入球 我左手也骨裂了 不能入球 我用右手入球 繼續開工 那我都算很硬 半年通得很厲害 這樣的情況下 接著票控我 說我危險駕駛 告我 警察叫我落口供 接著我警察投訴科 說這件事各樣各樣 當時的PC是多少號 當時那個 叫我走其他門路出去的 那個 那個警察 他叫我走其他門路出去的 他叫我走其他門路 說這件事他們會盡量不起訴我 然後我去警察投訴科 投訴了這件事 然後隔了一個月通知 警察不再起訴我 這件事就完結了 所以警察投訴科 是有用的 警察很多 讀完書出來就做警察 他們白紙一張 他們只是想著他轉到 他們沒有想著後面那個轉不到 他們做事就是這樣的 當有個權在他那裏 我就是對 我就是毀剛正 他不考慮你後面的 當然我超重是我不對的 但是老闆賺錢沒辦法 老闆指定一定要 但是 他是沒有用 即使我不超重那個彎 我也轉不到 那個速度 根據他 他們沒有想 因為他們也等同 我們所謂的先生 教師 他們是讀完教育後出來 他自己人都未懂做 社會經驗都沒有 跟著他教學生 教你怎樣做人 警察都是 其實也等同一張白紙 甚麼都沒有做過 就出來警察 管著香港市民 現在更加嚴重 以前還有 學警 讀兩三年 然後才出來做 那些貧窮家庭 對社會有認識 現在那些大學畢業 甚麼甚麼進去 以前還死亡 警察 我對警察 香港警察 的觀念 就是剛才我這幾件事 令到現在這樣 但我也尊重他們 因為他們只要正當 他們維持了我們香港的治安 不和我以前的英俊 以前我做大牌檔 警察下來是吃霸王東西 然後除頂帽 我老爸扔五元 然後洗太平地 現在叫食環主 當時就是 衛生署還是甚麼 我不記得了 施政下來 扔頂帽下來 扔五元 長年來越來 警察 我讀書的年代 我講當時救我 等事不了了之 警察在太子上 說開山也好 兩隻四也好 甚麼都好 那兩個 都是 做CID的那兩個 後來賣了的人情 最後都脫身 和我中學 打架打 打到色 那些 納衣服 肯定 就是 我們所說的黑社會 進入 而我亦都說 我們有間很大的泥頭車公司 當時做馬鞍山 所有沙田馬鞍山的東西 都一定是這間 這個蛇頭這個判頭做 不要開名說 我都人身有安全 他們當時為何有能力 不理你甚麼樓盤也好 甚麼都好 全部都是他做的 不用落標 不用勝 因為為甚麼 當然 他的背景一定是有勢力人士 第二 就是馬鞍山警署的處長 是他們所謂的 有勢力人士的結拜兄弟 他們聯成一线 當時的馬鞍山 剛開發的時候 很多的樓盤 都一定是這間公司做的 在我心目中 當然他們有正面的一面 亦都是 我見到 我認識的 跟剛才我所說的澳門大陸 有多大分別 說到這裏 三節說完了 希望今天說到出街 如果真的想做節目 要聯絡我們 參加甚麼都好 我們定了日子 真的來的 如果要試咪就試咪 是妄聚的 登了 真的可以大家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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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有一個開心的夜晚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